1月10号本来是文尼瑞拉新任的当选总统查维兹 他再度的连任他的就职日 但是他却没有出现 他没有办法出现是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 他的癌症第四度的复发 他远赴古巴进行了第四次的癌症手术 那么这次的癌症手术呢 传出来的消息是他可能产生了相关的并发症 过去人们对查维兹的印象 他一言讲滔滔不绝 而且他自诩为诗人 他喜欢朗诵诗 高兴的时候还唱一段歌 那他对美国前任总统小布希的批评 常常成为国际间最喜欢引用的 因为他直言跟讲笑话的程度 可以说在第三世界里头 人们不能够说他颇受欢迎吧 至少说他颇受瞩目 如此滔滔不绝的查维兹 怎么可能变沉默了呢 这次总统就职典礼 他是由他亲定的副总统 发表了一番他的声明 但是声明却连他的签名都没有 所以当地的文内瑞拉 不管是反对派 还是支持他的人都问 查维兹到底怎么了 他留下了巨大的空白 由于大多数文内瑞拉的机构 都是查维兹完全控制住的 那虽然现在当地面临了 第一个是货币贬值 也面临了物资短缺 还有石油产量的问题 可是查维兹仍然拥有非常高的权力 最高法院继续判 最终还是判决 他就任总统是有效的 去年12月11号因癌症复发 刚刚赢得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的查维兹 前往古巴进行第四次手术 之后就没有公开露面 官方对查维兹病情也一直遮遮掩掩 58岁的查维兹出身军旅 1992年他发动军事政变失败 但入狱两年后继续活跃于政坛 1998年他领导左派 以拯救委内瑞拉大量贫穷人口为号召 赢得总统大选 开始他是连任的执政之路 2002年委内瑞拉军方政变罢出查维兹 但政变三天就宣告流产 查维兹复出号称政坛不食鸟 在位十多年 查维兹不仅在国内得到认同 只有就与拉美解放运动英雄 西蒙·波利瓦尔为偶像的查维兹 一直致力于波利瓦尔主张的 拉美国家联盟 委内瑞拉廉价的缘由夹带着查维兹左派的政治思想 一同出口协助拉美邻国政绩变天 以查维兹为标杆的左派势力在2000年开始席卷拉丁美洲 左翼政党先后在巴西 阿根廷 波利维亚 秘鲁等拉美国家取得政权 这等于在美国后院放火 记者的订阅 Busch,tú no sabes mucho de historia,tú no sabes mucho de nada,sabes, eres un ignorante,mister,eres un burro,you are a donkey Mr. Bush,tu eres un cobarde,asesino,genocida,eres un genocida,eres un alcohólico,eres un borracho,eres un inmoral Mr. Danger,es un asesino,un hombre enfermo psicológicamente,personalmente es un cobarde,eres de lo peor,the last,you are the last,lo peor que ha habido en este planeta 叫做George W. Bush 骂人不带张智骂到口沫横飞 查韦兹对小布希有多恨 从出兵伊拉克到美国倡导成立美洲自贸区 都被他批评得疲无完肤 去年总统大选查韦兹最后一场演说 当时倾盆大雨 查韦兹却在台上又唱又跳 活力十足 一点也不像磷荒的癌症 但选上总统后 他就奔赴古巴治疗 并到连本周式的就职典礼 都无法回国 查韦兹能不能亲自参加就职典礼 成了宪政争议 但自家法院高台贵手做出解释 就职典礼只是形势 不影响查韦兹的总统身份 然而委内瑞拉政局 似乎已进入后查韦兹时代的混乱 不仅去年竞选势力的反对党 提出重新选举的诉求 查韦兹的两个心腹 副总统马杜罗和国会议长卡韦略 明争暗斗都寄予着能接大位 就职典礼当天 主角查韦兹果然没出现 但上万支持者走上街头 拉美各国元首也都来到 委内瑞拉首都 力挺这位老战友 因为他们说 我和神们都在杀战友 我们在杀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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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杀战友 和杀战友 我们在杀战友 和杀战友 马杜罗和卡韦略这一报 企图挽救混乱的证据 然而 委内瑞拉作为产油大国 一直以来 都是以低于国际价格的原油 卖给贫穷的拉美盟国 其中 古巴就有三分之二的石油 来自委内瑞拉 路透社的分析就认为 后查韦兹时代政权过度不稳 直接冲击的是 拉美国家脆弱的经济 因此 查韦兹的生死 和委内瑞拉政局的稳定 成了拉美各国 关注的焦点 在等待更多的财报情况里头 美国股市这个礼拜 是相当平稳的 周五的时候 小涨了17.21点 涨跌互鉴 都是涨或是小跌 小涨小跌 美国一整周呢 也是小涨小跌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欧元 欧元对美国美元的汇率呢 来到了非常高的高点 主要的是对欧元的信心大增 是1比1.3344 一整周欧元大涨了2.39% 国际黄金的价格呢 对于QE政策 可能在2013年退场 最近的疑虑开始消失 再加上欧元大涨的因素 本周呢 黄金价格是维持平盘的情况 一盎司是1660.60元 待会儿回到 欧元世界财经周报 字幕志愿者 杨贺子 炭洛事宣众 杨贼恢经周报